2012年8月,一对男女携手走进了伦敦Crox Falls赌场飞兵室 他们即将游戏最高额的迷你百家乐 这是一种简单的纸牌游戏 Dealer向庄家和闲家各发两张牌 玩家选择一方下注 之后两家开牌,并将两张牌的点数相加 两张牌的合更接近于9的一方获胜 玩家压队赢得两倍的筹码 压错则输掉所下的筹码,平局退回 对于这项一分钟就可以拨动掉一套房产的小游戏 两位玩家提出了三个小小的要求 第一,要求游戏时只用一副牌 由于全程积极发牌,玩家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牌 赌场欣然同意 第二,要求所有的牌从左向右打开 再从右向左收掉 赌场经历暗效两位玩家的强迫症 同样应允下来 最后一条,他们要求在游戏开始前 取出所有的7、8、9号牌横向摆好 再将剩余的牌纵向摆好 全部按顺时针的方式收入发牌机中 就在赌场经历对这个略显可疑的要求犹犹豫豫的时候 男子开头解释道 我的这位东方女伴十分迷信 她觉得这样可以为我们带来好运 出于对这位以1万英镑为下注单位大客户的渴望 以及对贵宾式发牌机器的绝对自信 最终赌场答应了他们全部的要求 之后的故事就像现实版的陈刀仔 他们无休无止地在贵宾厅下注 最夸张时甚至连续游戏十几个小时 直接睡在贵宾室的地板上 两天时间,他们一共赢下了770万欧元 直到第三天赌场提出要更换他们游戏使用的纸牌 就对男女随机决定只赢离场 赌场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事情并不简单 随着贵宾式的游戏录像缓缓播放 这对玩家所用的被称为Edge Sorting的技术 也终于浮出水面 通过纸牌左右的菱形纹理不同 他们得以判断发给闲价的第一张牌 是否是7、8或者9 而如果发给闲价的第一张牌是7、8、9 那么瞬间就会将赌场期望在2%以内的小本生意 变成玩家期望收益20%以上的暴利买卖 震惊之余 Crockford的赌场管理层认定这对玩家作弊 拒绝支付盈利并将二人告上了法庭 这桩案子来回拉扯了5年多 最终这对男女玩家败诉 虽然判定他们没有欺诈 但违反了赌场的合同 这个故事中的女性玩家叫孙庆盈 她负责通过图案来识别指牌 而那位男性玩家则刚刚赢下一场MPT 600万刀的奖金正好帮孙加足了杠杆 而她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 下面我们隆重向大家介绍 以最快速度收集10条WSOP金手链的厂客 高尔夫水平最高的职业牌手 27欧炸虎打黑毒王本人的松雄大神 11万刀撞在老板后门花钢板上的小丑 那次花撞到4条A小cooler里的幸运儿 Trips碰两家葫芦大cooler里的背景板 她就是扑克史上最伟大的玩家之一 被誉为扑克界The Boot的牌手 Phil Avey 1977年2月 Avey出生在加州的一个小镇 她初次接触扑克是在8岁 祖父会拉着Avey一起打牌消遣退休时光 16岁时 她就已经在朋友局中制霸一帮 高中毕业 Avey进入了一家电话销售公司工作 突然挂断了电话和永远下一年的大病 就是Avey当时全部的生活 扑克魂在枯燥的打工生活中再次燃起 她开始频繁出入于亚特兰大州的扑克市 为了应对21岁级以上的入场年龄限制 Avey甚至托人办了一张假镇 用No Home Journal的ID 每天在赌场学习15小时以上 然而作为典型的松雄风格玩家 Avey的范围更宽 翻后动作也更多更激进 剥削对手的同时 稍有不慎也会葬送自己 20岁的Avey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寻找激进度的平衡点 胡思冥想的结果 是极其接近现代GTO的混合策略 任何一条街的下注或过牌 Avey的手牌都存在 从空气到怪兽牌的全部范围 领先的技术和超越常人的勤奋 让属于Avey的时代 随着新世纪一同到来 2000年 她在WSOP2500刀买入的PLO比赛中取胜 赢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条金手链 2002年 三条WSOP金手链 2005年 5000刀买入的PLO冠军 第五条金手链 生涯第一个100万刀 09到14年 平均一年一条金手链 Avey以惊人的速度 收割着这个星球上 最顶尖赛事的最高荣誉 截至目前Avey共拥有10条WSOP金手链 与Doyal Bronson Johnny Chen 一起 是这个世界上拥有金手链的数量第二多的玩家 然而WSOP只是Avey扑克成绩的冰山一角 MTT之外 Avey也在4000、8000道的超高额常规桌上班 三两黄金一个大王的牌局也足够让人瞠目 但这远非Avey游戏的最大级别 2006年2月 他参与了德州老板Andy Biu的Hands Up挑战 在25000刀、5万刀的级别 两人熬战三天 最终Avey为Biu亲身教学了 什么是最顶级的松胸 Biu则心甘情愿支付了1600万刀的学费 多说五亿 下面让我们一起膜拜扑克界GOOT的手牌 Jennifer在Bartonway用H&S加注 Avey在大王位三败 H&S选择较稳妥稳妥的跟注 有趣的是 直播中Avey的手牌刚好被挡住 大家也可以站在Jennifer的第一视角 感受与Avey对抗的艰难 Vlob发出A88彩红面 Avey选择不太常见的过牌 Jennifer手持顶对 下注40% Avey跟注 碰上的红刀漆并没有太多改变 Avey继续过牌 Jennifer为了控制也随后过牌 如果发出草花酒 同样几乎是一张三败的底池的白板 Avey第三次check Jennifer用TPGK下注半池 寻求价值 就在大家和Jennifer一样 期待Avey用KK圈圈支付的时候 那位世界上最松胸的牌手 拿出筹码 加注了70%的底池 从古面具瞬间降临 A圈从价值牌一下就变成了Bloft Catcher Jennifer连点两张岩石卡 各位观众也可以一起猜猜Avey的手牌 如果换作你在Jennifer的Button位 是否会用这手A圈跟注 两分钟的思考后 Jennifer拿出筹码扔进了底池 等待她的是Avey的AA顶葫芦 回到Flop Wither会用阻挡对手跟注范围的 超强牌AA、A8 混合中强牌A小、勾勾TT等过牌 如果说Avey在Flop击中天纳斯 是奶奶牌大家都会蹲着打 那么Ten上双方过牌后 River前位的check就很显功力了 三派的底池 checkcall、checkcheck的路线下 大盲位OPA的范围 主要由中强牌力组成 所以Wither也会用较高的频率过牌 这里AA、99、89等超强牌 也会配合整体中等的范围过牌 Jennifer的A圈在控制后 面对顶尖松胸玩家River的check race 可以抓到这里Avey用9X转炸的组合 最终选择跟注也是无可厚非 Wither同样也会跟注100%的H&S 这手牌虽然有点cooler 但双方玩家都非常标准 Jennifer给Avey留出了炸弧空间 稳健控制 Avey也用一手奶奶 但没有完全奶奶的AA顶葫芦 完美诠释了GTO漫大的平衡 其实除了片头现实版独胜的故事 Avey还有一手更具戏剧性 足以纳入扑克历史的传奇手牌 2006年WSOP主赛时 十人决赛桌 MoneyMaker手持A圈O开持 被两位玩家跟注 圈圈6的flop上 他幸运地击中了trips圈 下注半池寻求价值 Avey用口袋对酒跟注 转排空降草花酒 形成了顶trips对小葫芦的经典cooler 简单地表演过后 双方在特上打光 虽然此时MoneyMaker的筹码CoverAvey 但面对只有17%的敌视权益 他也不由自主地紧张起身 频频摇头 奇迹和厄运在合牌一同降临 River的黑套A 让A圈组成大葫芦再度返超 伴随人群的惊叹和MoneyMaker的狂欢 一首足以被载入扑克历史的Bad Beat 被直播放松给了全球百万的观众 而被命运从天堂推落地狱的Avey 平静地嚼着口香糖 就缓缓离开了那张 即将诞生冠军的牌桌 事后回忆起这手牌 Avey同样平静地说道 随后MoneyMaker成为了桌上 绝对的Chief Leader 凭借技术运气的双重加成 在2006年的WSOP中夺冠 当着全世界扑克爱好者面 赢下了250万刀的奖金 而这位来自New Jersey的会计 参赛成本仅仅是一张 80刀的卫星赛门票 一夜的暴富的故事 像病毒一样传遍了整个美国 2007年起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玩家 涌入扑克 创造了扑克历史中 著名的Poker Boom 面对因为自己 被Bad Beat而改变的世界线 Avey欣然笑道 或许没有那首 今天的Bad Beat 就没有MoneyMaker夺冠 也大概率不会有 Poker Boom和如今行业的繁荣 但即使在WSOP决赛桌 遭遇如此残酷的Bad Beat Avey仍在全世界怜悯的眼光 和唏嘘的嘲笑下 一次次证明着自己的不平凡 17%的概率并不会改变 100%的天赋和努力 也希望Avey的故事 可以在命运跟我们开 17%玩笑的时候 提供我们坚守不平凡的勇气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请一键三连 我是A出爱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